晚上七点 团聚晚宴准时开始 在电视迎评中 相识相知了将近一年的 宝宝宝宝大家族的各个家庭 终于有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聚 宝宝宝宝宝与爱共生 这里是辽宁卫视宝宝宝宝的特别节目 宝宝宝宝大聚会 那2014年的2月呢 我们六个来自不同城市的家庭 因为宝宝宝宝而紧密地联系带来一起 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也看到了每一位可爱的宝宝 都有了点滴的成长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美丽的厦门 把大家伙召集到一块儿 我们来一次宝宝宝宝大家庭的大团圆 现在呢 我叫鼠一二三 我们一起开饭啦 哇 真好吃啊 每天真好吃 其他的五个家庭都已经来到了 大聚餐的现场 可是属于湘西宝宝一家的座备 还是空的 他们此刻又在哪里呢 收口继续 本节目由精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 其他的五个家庭都已经来到了大聚餐的现场 可是属于湘西宝宝一家的座备还是空的 他们此刻又在哪里呢 我知道了 这个是 哈哈哈哈 这也是 都可以 这也是 继续 我们都不会有四块的东西 你先去吧 风好大 风好大 哇 风好大 幼远一点 好 你先去吧 这里的风好大 历经千辛万苦 石元美和杨正志 终于带着小鲍比抵达了厦门 而此时家庭大聚餐已经开始 我们的湘西宝宝小鲍比一家 错过了开始 那是否还赶得上结束呢 我们看过这个人 还要爬过那个人 不说是蛮好 大家好 嗨 你是敢来跟我们一起相聚了吗 而且我们相信的小鲍比一家 也可以大家准备一份 最精美的鲍比 是不是 这是什么鲍比 这就是我们相信仪式吧 然后我们那里都 每一家都会 都有这些仪式 然后我也拿 我们相信自己太巧的东西 拿不出来给大家 谢谢 然后期望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其实石元美对这次大聚会 十分期待 在家人还没有决定出发的时候 石元美就偷偷地 准备了给其他家庭的礼物 就拿这种钱不一样的 银市的价格并不便宜 然而对于石元美来说 珍贵的礼物 就是要送给值得珍惜的朋友 这也许就是湘西人 朴素的价值观 这是深圳组的大宝小宝 来 谢谢 来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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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我们的导演总的特意 为大家每人准备了一杯 五酒精的鸡尾酒 好 在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们当然要准备庆祝一下 来不提起我们面前的这个准备 来 准备 对庆祝我们这个2014年最来之不易的一次相聚 我们一起干杯 干杯 干杯 我们也要共同展望一下我们美好的2015年 大家干杯 干杯 干杯 因为我们小姐姐 你要小姐姐好 你小姐姐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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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着小抱比的到达 我们宝宝宝宝大家族的七个宝宝们 终于团聚在一起 也许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 最期望的是终于见到了这些 跟他们志同道合的战友们 而对于这七个同样出生在2014年2月份的可爱宝宝来说 这次聚会 不仅让他们多了几位同龄的朋友 也让他们收获了更多的爱与关心 3 2 1 好